是國民黨之前的 林醫師在為理講有說不對 是你國民黨在執政 你要求民進黨提財源 相關財務計畫 那就換民進黨執政就好了 是你執政黨要去提一個財務計畫 今天在亞黨有這種要求 台灣社會因為說 我們對農民的照顧確實是不夠 我們來把照顧比較好的 你應該是政府要拿出一個政策出來 說好 譬如說我一個月丟到七千 我一年大家會計算多少 大家來討論這個可以嘛 你今天叫在野黨提出政策 提出財務規劃 那要你執政黨幹什麼 第二點 洪怡你剛剛問得很好 軍工叫他加薪的時候 有沒有跟社會討論 沒有 沒有 以後加薪就加薪 而且還用第二預備金 救命金拿去加薪 我們今年經濟比較好 對啊 經濟比較好 農民經濟也會變好 你應該也要拿農民調薪水 你怎麼只照顧軍工教 你軍工叫我調薪 可以不用跟社會討論 利用你國會道手強制就給他過關了 農民要給你調一個老農津貼 老農津貼還不是每個人都有 是六十五歲 醫生才有 是 你連調都不調 連考慮都不考慮 我覺得你如果說今天行政院講說 好 那我們來研議看看 也許我們還可以有耐心 我們不再等一個月 飛機開飛機可以拿出來嗎 他現在是他這樣跟你飛到的意思 說不用說 我沒考慮 有材料你們自己去想辦法 他就是這個意思嘛 所以我覺得很簡單的道理 我倒是建議民進黨 因為總統立委合併選舉 每年一月十四 把他當作一個政見 共同政見 對 比如說我民進黨集中 或是你讓我國會過半數 我老農津貼 我要調併多少 七千八千九千一萬都可以 你們自己去算嘛 大概一年要多支出多少錢嘛 一般的進老津貼 現在是三千 是不是要調併六千 他說三千是太少了 是不是要調併六千 民進黨把它當作共同政見嘛 選民有個選擇嘛 農民 就叫一般的老人家 你如果想說我津貼要多一點 你去投民進黨 如果你覺得現在就夠多了 也還不錯 這樣你就去投國民進黨嘛 可是我對洪宜 我對這兩個農民不幸種植死亡 我有話要講 昨天有一個觀眾朋友扣印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軍公告公報 因公死亡有婦婿 老公朋友 你如果說因公死亡 這個勞工保險也有一筆錢給你 我們的農民是參加農報 農民保險 為什麼我們的農報條例裡面 沒有執災這一項 他朋友說得很好啊 農民進產 不幸往生 或是丟兇殘廢算不算執災 算了 職業災害嘛 那為什麼農民保險條例裡面 沒有這一個執災的補償 我覺得這個 其實下會期馬上可以修法 馬上可以讓他通過的 徐老師 農民很好吃 什麼也不愛啊 洪宜 天氣很熱 溫度很高 全台灣都 那可是為什麼很奇怪 農民會熱死喔 你有聽過老農民熱死嗎 沒聽 我覺得這也不應該發生 可是為什麼我們聽到都是農民熱死 軍工教 你有聽說公務人員熱死的嗎 你有聽說職業軍人熱死的嗎 都沒有 很奇怪 整個台灣所有職業裡面 熱死的是誰 是農民 這代表怎樣 他是最弱勢 剛才連換講得好啊 他受到的照顧最少 洪宜 我覺得這些農民 他的老農金這些增加 不是什麼可討論議題 是公平正義的問題 你就按比例原則嘛 老農民你給他加600塊 那比例原則 農民要加多少 我覺得這是 不只是可以討論 而是你在做軍工教加薪 你在給這些什麼老農民的 慰問金600塊的時候 你應該一起做的 今天你這個議題出來 跟你講說那你怎樣 要負責任 你財源從哪裡來 其實剛才連換都講得好 當時要加這些薪的時候 有討論過財源的問題嗎 我們那時候不是討論過 說這樣要多少錢 而不是只有今年有 那到底錢從哪裡來 那時候討論半天 國民黨都覺得這不是問題 遇到農民要加點錢 洪宜 這是問題 所以你覺得他們的 心目中農民是什麼 洪宜 我昨天就講過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 他故意要製造階級對立 選舉到了 去惹農民有什麼 難道農民真的好欺負嗎 整個夏天都熱死光了嗎 都沒有票嗎 洪宜不是 他要去證明 他去跟軍工教 跟這些農民證明出來 我就是軍工教政黨 怎樣 我就是幫軍工教加薪 其他人要加薪 門都沒有 我覺得我不要講這些 光緬談論理由 他就講說門都沒有 洪宜昨天新聞稿是什麼 錢在哪裡 今天還跟你多加幾句話 論述一下說要配套 要裁員 你乾脆講清楚 誰拟你好了 洪宜 這是國民黨的心態 馬英九不用選舉嗎 還是他決定中南部都不去了 他以前Long Stay 跟那些農民住在一起 洪宜 現在都怎樣 翻臉不認人了嗎 是 博文 吳敦是南島人 南島 南島應該是農業大線 農業大線 所以他感覺 他不需要替南島的農民幫忙嗎 他覺得票太多了 林議士不是高雄人嗎 是 農業大線 高雄沒有農民嗎 有 他以前都沒有把他們這個什麼 選區的農民看見到哪裡嗎 難道他們的票都給他人民而已嗎 陳大哥 所以我說 國民黨真的就是票太多 你說今天有一個政黨 他其實是這個政黨 這政黨竟然問在野黨 提出一個扶國立民的政策 要求一個社會資源分配公平的政策 他竟然反問說 錢在哪裡 財源在哪裡 配套在哪裡 不然整個這樣不用問 直接明年換黨做做看就好了 我相信民進黨如果職任 不可能去問國民黨這種問題 他問這種問題表示 他自己不是這政黨 我在那裡 我現在在感動 今天在野黨跟職任黨 已經角色錯亂 林議士是高雄獻選出來的 這個所謂的立法委員 高雄市現在合併之後 是農業大縣 他本身是過去的高雄縣農業大縣 選出來農民一票一票支持他 農民一票一票挺他出來 今天有林議士 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 未來立法院的領袖儲備人選 結果今天竟然面對農民的利益 農民的福利 而且是這麼微薄的福利 竟然說錢在哪裡 錢在哪裡 配套在哪裡 我覺得這是真的 多少農民聽在心裡多難過 我今天跟大家講錢在哪裡 很簡單 國民黨你可以編特別預算 用來修馬路 排水溝 蓋一千萬的廁所 可以用寵物互動園區 可以去什麼 騎高速公路燈 高架橋的油漆 花那麼多錢 你編特別預算 農民如果真正辛苦的話 你真的沒有裁員編特別預算 不用多少錢 蔡大哥 我們看兩位農民熱衰竭 那真的熱衰竭是說到徐貴學術 我說一句比較白 那就是拍攝你知道嗎 騎到一頭拍到四 說簡單就是這樣 你想想看 傑人騎到一頭拍到四 這是多年來比的 多年來心痛的事 結果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執政黨政策會執行長說 補助農民錢在哪裡 我跟你講錢在哪裡也不重要 我現在要問的國民黨是 你國民黨要不要選票 你的選票在哪裡 恐怕才是重點 我呼籲大家注意一下 農民 我們就要叫一頭拍戲 農民沒有7月1號的加薪3% 農民也沒有三節慰問軍 農民也沒有年終獎金 農民一輩子辛辛苦苦 在這個土地 這個涵養這些作物來養育我們 農民今天如果受到這種待遇 今天從古今中外所有歷史 當農民開始要覺得 對這個執政黨不滿的時候 就是這個國家政權 即將要衰敗的時候 當中農民是什麼 他覺得農民這麼好祈福嗎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